今天这期视频来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些 关键厨房装修的一些小技巧 一些使用的小知识 我把它分成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厨房这个 电器的选择和安装 第二个方面是 整个厨房的这个功能的布局和设计 第三个方面是如何来提高 这个厨房的空间使用力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油烟机 这个油烟机能选择大品牌的 不要选择小品牌 能选择大功率的 不要选择小功率的 能选择设锡 就不要选择顶锡 顶锡它有一个知名的问题 就是撞头 我在这里撞了50头了 没吸罩 这个没吸罩呢 我是建议大家做浅度式的 就是在这个操作台上面 挖个孔把它放进去 让它看起来跟这个台面 属于一个水平线上的 整体性会更好一点 还有这个排烟的这个管道 我是建议大家做这个吊柜 来把它隐藏起来 这样的从外面看呢 就更加美观 里面还能放一些东西 我们接着来讲一讲这个 厨房的这个功能的布局 还有设计 我这个厨房的这个功能的布局 和设计是不够完美的 有很多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水槽 我每次在这里洗锅 我炒完下来洗锅 然后我再下一次的回头 我就会撞到这个地方 我已经撞到30了 非常疼 这个水槽它还有一个问题 把面积比较小 稍微大一点的锅 或者是盆放进去 洗东西也是不太好洗 就是不够实用 如果再大个10厘米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还有这边这个操作台 这边这个操作台也是比较窄的 只有30厘米左右 如果再大个10厘米 可能会更加的完美 这个地方呢 一个案板的面积已经占满了 这边没放多少东西 几乎已经满了 面积太小 不够用 还有这边这个操作台 也是比较窄的 这个地方只有50厘米 这边的话也是50厘米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洗菜 然后这边再放两个菜篮 它就满了 如果能再加花一个20厘米 小路会更好一点 这个锅盘唯一设计的 比较合理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水龙头 这个水龙头的脖子比较长 很方便 就是说如果你在这里接水的话 你就不用放到里面去 你就放在这个操作台上面 然后往这边一转 然后开水就可以了 就是非常方便 比较实用的这个设计 在允许的情况下呢 我是建议大家把厨房 尽量做大一点 不然呢 像我这样 前期呢 把厨房给做小了 在后期的使用中呢 你会发现 这边也不够用的 那边也不够用 你想改的话 也已经来不及了 我已经使用了两个月了 所以说没办法再改店了 只能再给它 想办法 把这个空间的利用力 给提高一点 我们接着来讲 如何来提高厨房的 这个储物空间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呢 就是做这个置物架 就是我身后的这种置物架 到这边 到这边 这样做呢 就能把你那些平平乱乱的东西呢 都摆到上面去 就不会占用你这个操作台的空间 还有一种方法呢 是做这个吊柜 我觉得做吊柜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因为它能把你这些比较乱乱的东西呢 都印上去来 比如说你这边做一整排的这个吊柜 然后再安装上这种柜台的门 门一关 里面的东西都看不见了 而且更加美观 这边再做一个吊柜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往里面一放 然后再门一关 是不是这个空间的使用力就可以提高了 建议大家如果能做吊柜 尽量做吊柜 不要做这种置物架 好朋友们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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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